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在其古装新作 二大洋洋人气拉满 七皇望穿金秋启动 迪丽热巴是90后新生代演员中最要演的一位人气女星 出道十年来 她以颜值演技和人气稳居一线 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最近的消息显示 在《安乐传》之后 迪丽热巴将再次领衔一部古装新作《七皇望穿》 与洋洋搭档 势头强劲 本文将回顾迪丽热巴的演艺生涯 以及介绍她的新剧《七皇望穿》 出道十年 从新人到一线 迪丽热巴的出道作品是2013年的电视剧《安娜尔汗》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维吾尔族姑娘 这部剧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也让观众对她有了初步的印象 2015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克拉恋人》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富家千金 与张彬彬 张翰等人上演了一场浪漫爱情故事 这部剧让她积累了首播人气 也展示了她的青春魅力 2016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奥娇与偏见》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职场女强人 与张云龙 陈祥等人上演了一场职场恋情 这部剧让她展示了她的演技 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认可 2017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天界公主和一个凡间女子 宇杨幂、赵又婷等人上演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情传奇 这部剧助她一战成名 成为当年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 也让她获得了无数粉丝和关注 迪丽热巴的演艺生涯逐步发展 资源和热度逐渐增加 参演的一众热播大剧效果显著 她持续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以下是她近几年参演的部分作品 2018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烈火如歌》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武林高手和一个音乐天才 宇周渔民、张彬彬等人上演了一场江湖恩怨 这部剧让她展现了她的武侠风采 也让她的歌唱实力得到了肯定 2021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空军飞行员和一个游戏设计师 与杨阳、王子薇等人上演了一场青春甜宠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让她展现了她的军旅风格 也让她的游戏技能得到了认可 2022年 迪丽热巴参演了电视剧《安乐传》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皇室公主和一个商业女强人 与陈伟婷、张彬彬等人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情传奇 这部剧让她展现了她的双重身份 也让她的商业头脑得到了赞扬 再度与杨阳合作《七皇旺川》 势头强劲 最近的消息显示 在《安乐传》之后 迪丽热巴将再次领衔一部古装新作《七皇旺川》 与杨阳搭档 势头强劲 该剧是一部古装新剧 目前已经进入筹备阶段 迪丽热巴、杨阳、谭剑次和陈都灵等演员确认加盟 《七皇旺川》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仇恨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皇帝之女《七皇》为报复仇而嫁 给北朝王子旺川 两人在争斗中相爱相杀 最终化解仇恨 共同对抗外敌 迪丽热巴与杨阳曾合作过《你是我的荣耀》 此次再度合作《七皇旺川》吸引了大量关注 两人的搭档备受期待 据悉 该剧预计于今年今秋十月底启动 更多详细信息有待进一步公布 总结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是一位实力与颜值兼具的女星 出道十年来 她参演了多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展示了不同的角色和风格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认可和尊重 她的新剧《七皇旺川》是一部古装大作 与杨阳再度合作 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和情感体验 迪丽热巴是一位值得期待的女星 她的演绎之路还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也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